白德利控股6909主要在内地从事汽车经销服务,主要经营宾利及保时捷等超豪华品牌,以及梅塞德斯、宾士、奥迪、旭以旭及捷炮、老虎等豪华品牌。 2021财年,公司实现总收入约99.6亿元人民币。 下同,按年增长约16.8%,毛利约11.8亿元。按年增长约36.5%,母公司拥有人应占其内日利约4.6亿元。按年增长约94.1%,日前,白德利控股发布公告称,于2022年4月14日交易时段后, 其下全资附属公司Bidelli Investment Ltd. 与YZB Investment Holding Ltd. 及YZB Auto Services Group Ltd. 定立股份买买协议,于收购事项完成后。 YZB Auto Services将成为白德利控股的间接全资附属公司。 根据公告显示,YZB Auto Services间接全资附属公司北京营资保科技主要于北京从事宝马品牌汽车经销业务。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子年度。 刑资保旗下位于北京的宝马4S店全年未经审核的税后利润约76.900万元,包括与其宝马经销商业务无关的投资收入约34.100万元。 若此次收购顺利完成。 将助力白德利控股进一部丰富其豪华汽车品牌举振。 增口公司盈利空间。 截至2022年4月14日。 公司在北京、天津、山东、四川、浙江、上海及广东7个省市共经营14家4S店。 其中有6家位于北京。 此次收购同样将有在于巩固并提升公司于北京市场的优势地位。 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 值得留意的是,公司于上海及成都各开设了一家接炮。 路虎4S门店。 这两家店均是于2022年1月开业的。 可见公司正加快门店托展步伐。 市占率提升可期。 于2021年12月31日。 公司拥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约13.3亿元。 负债权益比率紧约8%。 为其未来持续扩张门店提供有力支持。 此外,公司也把握新能源产业丰厚。 发展新能源汽车业务。 以适应并把握不断增长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培育新的业绩增长点。 近期大市低迷。 公司股价开启探底行情。 当前市盈率TTM,紧约5倍。 市占率不足0.9倍。 商教同业水平显著低估。 公司2021年业绩表现优异。 门店扩张有提速态势。 且以着手开展新能源汽车业务。 成长潜力可期。 股值或全教大向上修复空间。 或可考虑待跌势传稳后跟进作中长线部署。